马上为您带来今夜最新消息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总质询结束之后 特别也率内阁来到了疫情指挥中心 除了感谢指挥中心对防疫贡献的努力 苏贞昌也特别提到 在过去10天内有超过60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下令相关部会对于入境的要求要更严格 也提醒大家一定要配合秋冬防疫专案 让台湾能继续守住防线 立法院总咨询刚结束 行政院长苏贞昌马不停蹄来到疫情指挥中心 除了国防部长颜德发之外 各部会首长全员到齐 因为院长有些话要交代 疫情指挥中心从1月20号开设到今天 已经324天 我们疫情指挥中心大家真的辛苦了 我今天就是特别来对大家表示敬意 表示感谢 特别来对指挥中心同仁加油打气 不过近来境外移入个案快速攀升 看着确诊数一天天飙高 院长实在很难放心 还是有忧心的地方 因为过去这10天境外移入超过60例 而且还有一进来就逃亡 一共就境外入境 这个也要延宜要求 如果仲介公司等 是目前这个样子那不行 下令相关部会入境严管 而指挥中心公布的秋冬专案 上路满一周院长要求各部会务必确实做到位 12月1号开始的秋冬专案 要求全国大家一定要加紧来防疫 这一点我请各部会务必要做到 院长亲自来独军 指挥中心上下 再到各部会绷紧神经 要替人民守住疫情防线 记者零线就像三个伯伯的哦